用英語解說安平樹屋 這是西門石小六年級必修課 僑育來戶外教學的雙語幼兒園學童 西門石小是台南最早 實施雙語教育的學校之一 以生動沉浸式的跨領域學習 從生活到學科融入英語 課程我們是備課當然是辛苦的 但是我們有一個團隊會互相討論 111學年度統計台南雙語師資536位 有285位種子講師 透過真能研習擴大雙語教育量能 已經有36所學校每班每週三分之一 以上課程才雙語進行 上雙語的老師可減少課堂數 增加備課時間 這算誘因 不是要等到所有的師資全部都齊備了 我們才要開始 先求有 然後逐步的累積這樣的經驗 他會逐步的強大 Waste Bo Come back Pass to Facebook 如何用孩子聽得懂的英文 去教導他這一科的學科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做到最大的輸入跟輸出 高雄248所中小學 有268個雙語社團 近三年雙語師資 從52增加到812人 英文老師也去進修學科專業增加競爭力 雙語教學它能夠擁有證照是最好的 平常我們是以生活運用為主的雙語教育 第二語言的選修課 他認為母語也是相當的重要 甚至他在學校裡面就讓學生去選擇 你必須要有一個這個母語 另外與台灣同屬華人圈的馬來西亞 與新加坡都曾是英國殖民地 也是多民族國家 雙語教育政策是鞏固國語強化英語 數理採權英文授課 但也提供選擇性 相較西馬兩國英語有一定的基礎 台灣少了沉浸式環境 2030達到雙語政策目標 學者樂觀看待 但強調教師學科本質 教學技巧不能忽略 師資要不斷的增能培訓 促進教學相長 整體社會逐步達成共識 才會有理想結果